国立台湾文学馆坐落于台南市中心 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文学博物馆 馆设建筑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国定古迹 前身为建于1916年日治时期的台南州厅 由日籍建筑师森山松之柱所设计 战后这里曾是空军供应司令部 早期台南市政府办公厅社 市府搬迁以后展开古建筑修复再生 2003年修建完成后 特别选定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10月17日 以国立台湾文学馆的新面貌开馆营运 在旧建筑中融入现代博物馆功能 是近年来古迹修复再利用之典范 台湾馆馆设建筑属西洋历史式样 为砖砖完成合栏为砖砖乘重墙构造 外墙以紡石料之洗石子为主 个主进口设有门廊 与两侧圆顶位塔构成具有古典平衡美学之外观 为当时关属建筑之代表 馆设基地面积仅4420平 館內設有展覽室、演講廳、圖書室、特藏區、文學體驗室、國際會議廳、以及適合親子共讀的兒童文學書房。 台灣館設立以來逐步進行台灣文學史料的調查,與蒐集作家文學文物的徵集點藏工作。 台灣館目前捐贈者超過500人,捐贈品數量超過20萬件,文物類型豐富。 經過嚴謹的評估與審議入藏的程序後,歷經專業的點藏登錄作業,保存在恆溫、恆濕,並有光照及保全控管的庫房環境中。 由專業人員妥善維護管理。 台灣館並設有專業的文物修護室,及各式保存材料、工具及設備。 除了提供預防性的文物保護,更能及時處理文物各種劣化狀況,以延長文物珍貴的生命。 為了方便國內外學者進行台灣文學的相關研究, 台灣館也應用網路及數位諮詢科技,提供更便捷的數位化服務。 2013年10月,台灣館通過科技部審核成為學術研究型機關,在原有所具博物館研究機能之上,擴增研究能量。 從史料整理、研究出版,到當前的數位人文研究,成果豐碩。 除了編撰國內外唯一的文學年鑑,另有獲得科技部評鑑的文學類第一集核心期刊的《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以及《近十步》的《作家全集》與《百冊》的《作家研究資料匯編及作品目錄》等重要出版品。 在典藏及研究的基礎之下,《台文館》規劃各項台灣文學相關主題展覽。 從靜態文物手稿展示到多樣化科技互動,文學展示手法與時俱進,包括常設展、主題特展、 《捐贈展展》、《國際文學交流展》等多種類型。 《儲館內特展》也至國內多處辦理巡迴展覽。 更建置線上展覽,提供遠距民眾利用。 數位人文方面,《台灣文學網》提供多種文學主題網站及資料庫資源。 《台灣文學虛擬博物館》提供世界閱讀台灣文學的平台。 為了讓民眾親近文學,台灣館也經常舉辦演講、座談會、演習活動、戲劇展演、說故事、讀劇、音樂會等推廣教育活動。 台灣文學作品外溢相關工作,則讓作家的優秀作品能在國際間透過不同語言展現獨特的台灣人文風貌。 每年度的《台灣文學獎》獎勵文學創作,其能與國際文壇接軌。 文學元素也轉化成文創商品,讓館藏文物能透過生活化的商品物件延續文學動能。 文學咖啡坊也提供民眾休憩及餐飲服務。 為了讓文學走出去,2010年起打造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以行動貨櫃車的方式巡迴全台各地展出,讓各地民眾就近參觀體驗。 2014年起,文化部將台北齊東師社播交台文館營運管理,作為延伸服務據點。 齊東師社位於台北市濟南路上,是兩棟日治時期觀設,屬於河陽哲中的風格。 目前作為推展現代師的文學地標,舉辦不同主題師展及辦理各項活動。 作為延伸服務,公券銀行設,屬於河陽哲中的角度。 近年各地方文学馆社兴起 台文馆也与各地馆社携手合作 串联地方文学资源 以国家级文学馆之机能 共同推动文学发展 串职的邀请您 一起历临国立台湾文学馆 不论是欣赏展览 或使用各项服务 都期盼您能在这座百年古迹中 探索台湾文学的丰富内涵 共同走进作家的心灵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